我是霍启刚 我是霍启刚的老婆 郭晶晶 我是郭晶晶老公 这个好帅 郭晶晶和霍启刚的爱情故事 称得上是一段体育圈与豪门的佳话 这位曾经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为我国拿下四块跳水金牌的跳水女皇 退役之后 她嫁给了香港豪门霍家 成为霍启刚的妻子 那时她的婚姻生活一直是网络上的焦点话题 香港霍氏家族的产业实力完全不弱于何鸿燊的何氏家族 并且霍家也是出了名的红色爱国奥运世家 郭晶晶的家庭出身十分朴素 父母是普通的工人 家庭经济状况也并不优渥 因此在郭晶晶与霍启刚的婚事公之于众时 很多人认为郭晶晶与霍启刚并不般配 不少人认为这是她高攀霍家了 但是对于高攀这一说法 作为霍启刚的爸爸霍振婷却不认同 一句郭晶晶是下架到霍家的给了郭晶晶极大尊重 你有考虑过我们当户队吗 没有 你非常信任启刚是吗 我是 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很开心 挺开心的对啊 没有什么问题 嗯 所以你其实觉得爱情可能会更重要于 所谓的门当户罪 嗯 我觉得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吧 嗯 启刚 我觉得你有压力吗 我没什么压力 我觉得启刚有压力了 他说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如果我拿不到金牌 人家会骂他的 哈哈哈 霍启刚虽然出身豪门 但完全不具备纹固子弟的特质 反而专注于学业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曾被公众称为香港最有吸引力的单身男性 追求者有很多 但却唯独对郭晶晶一见倾心 霍启刚和郭晶晶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采访环节中初次相遇 当时郭晶晶对这位看上去文静的年轻人毫无特别的感觉 对他的背景一无所知 他甚至婉拒了他提出与他单独合影的请求 据悉霍启刚花了整整八年时间才成功向郭晶晶求婚 霍家对郭晶晶也是非常的喜欢与尊重 在郭晶晶生下三胎后 婆婆朱玲玲心疼郭晶的身体状态 直接表示要让郭晶晶风度 不仅如此 有些豪门媳妇还要天天提防外面的花蝴蝶 生派一不留神自己的丈夫就被勾走 而郭晶晶却从来不用担心这些 霍启刚对家庭的关爱和责任感很是令人动容 他对家庭的关心和孩子们的陪伴可谓是无微不至 在公开场合对妻子的疼爱和自豪 让人不禁感叹这位富二代竟然会如此被妻子所拿捏 作为一名国家级的跳水运动员 郭晶晶嫁入豪门并不是潘高知 他自己也曾自信地表示 豪门有很多冠军只有一个 这句话不仅表明了他的自信和独立 也揭示了他对生活的独特见解 他深知无论外部条件如何 只有内心的副组才是真正的财富 很多东西他都是比较 无所谓 比较 随意的 儿子上学放学都是自己摺 很多东西都是 不是社会 project的image 好像小奶奶 他绝对不是这样 他自己也都不甘心 他说真的 他的upbringing也都不是这样 运动员是很辛苦的行业 所以他现在其实都是 好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更何况郭晶晶本人的收入也十分可观 退役后 国家会每月给他发放5000元的退休金 还有退休工资 除此之外 作为一名大众熟知的体育明星 郭晶晶还接受了一些品牌代言 从事母婴产品 服装以及生活用品等领域的经营 退役后的他虽然没法参加比赛 但他却被邀请担任评委 并受邀前往世界各地工作 郭晶晶如今的身份和地位 谁还会说他配不上霍启刚 不少人调侃是霍启刚高攀了 尽管郭晶晶的身价不菲 但他却低调不铺张 依然秉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 很是接地气 在郭晶晶的带动下 负唱夫随的霍启刚也常常跨着环保贷出街采购 拎大米 买蔬菜 货币三家 即使搬家也是由他扛着编织带亲自包办